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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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就算世间老去 就算无唤醒意 慢慢靠近 调整呼吸 相遇而游到水里去 我要时间 都留给我 云的安静 风的调皮 和你看年华日夜调替 我要时间 你留给我 夜调 各有时 时俭 难得外公这么欣赏你的音乐才能 到时候我跟沛哥结婚的时候 你可一定要来伴奏啊 来 说好了 我先干为敬 怎么 不愿意给我伴奏呢 还是不想喝酒啊 我知道 你是易总的特助嘛 怎么 只有一种说话才算数 我这个易太太 说话就不管用了 这一杯呢 是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的友谊 实际我可一直把你当成好朋友 你对我也够意思 老规矩 先干为敬 吃饭吃饭吃饭 女孩子 不应该喝这么多酒 这杯算了 我也是女孩子 为什么我能喝她不能喝 你是帮你未来的老婆呢 还是帮你的特助 我陪你喝好吧 我喝 我喝 我 张小姐 只捡这杯酒 我替她敬你 没想到啊 今天英雄救美的人那么多 我差点就忘了 这桌上跟你有关系的人 好像不止一个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跟叶嘉诚 应该已经是分手了吧 时间我真是佩服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让新欢旧爱全都为你出头 你又是怎么做到的 可以从其他女的手 差不多行了 别做得太过分 我过分还是她过分 话说错了吗 对不起哥 我也不先走了 对不起哥 我也不先走了 喂 易总 你还好吗 我没事 对不起 今天不该把你留下来 因为我的原因 让你受委屈了 我真的没事 易总你不用安慰我 至此一次 下不为例 原本从英国回来 想一个人好好工作 努力生活 偏偏又卷入了易佩和文文之间 什么时候才能消除我的影响 让每个人回到原来的轨迹呢 来干嘛呀 文文 文文 怎么那么没礼貌 小沛呀 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呢 这不陪你爸爸都下了好几盘棋了 等我 等我干嘛 等我回来再吼我一遍是吧 怎么说话呢 行了行了 让他们小两口也好好聊一聊 有什么误会呢 大家都说清楚了 以后别再闹别扭了 你听到没有 行了 走了 行了 走了 快点 你们聊 你们聊 好好聊啊 听话 这个孩子 走 你来干嘛 给你的小助理 报仇啊 对不起 不是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这明明就是个误会 我只是希望 昨天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我不希望双方的长辈 因为我们的事情再操心 可以 可以 昨天的事情 我可以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也可以不再为难他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说 要么石检自己离开 要么易茂开除石检二选一 非要那么绝 是 我们以前是有过约定 不干涉对方 可是那是结婚前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我可以承诺 结婚以后我一心一意地对待你 所以我也不希望说 结婚以后你心里还想着别的女人 既然要结婚就应该好好在一起 对不对 再说了我这也是在帮你 你可能是一时兴起 随便谈个恋爱 可是他不一样 他是可以调上霸道总裁 然后就此改变命运的人 到时候你硬性阑珊 你想演齐西谷了 他能善罢甘休吗 说到底我这也是在提前地 帮你解决隐患 你不是很了解他吗 曾经你说过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在你心目当中 好朋友 就是这样的 我倒也想问问他 他心目中的好朋友是什么样的 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如果我了解他 我也不会被他蒙蔽双眼 我们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要让我早知道他就是个骗子的话 我早就收拾他了我 我才是受害者好不好 我跟他 我跟他 二选一 婚可以不结 人不可以走 任何人 不可以用任何事情来威胁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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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没有做到 所以我回来了 我觉得他结婚之后 一定会爱上我 哪怕他没有爱上我 按照他的性格 他也不可能喜欢上别人 所以最终 我还是可以占有他的人 可是我回来之后我发现 他心里竟然有人了 而且那个人是你 我一直跟自己说 我什么地方都比你优秀 我比你学历高 我比你有钱 我比你有事 最重要的是我有一纸婚约 而你没有 像易佩那样的人 他怎么可能会选择你 而不选择我 没想到 他好像真的爱上你了 我今天找你过来 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不是告诉你我要认输 我赵文文不到最后一刻 是不会放弃我爱的人 对 我承认 易总他确实一直都在帮我 我对他无以为报 我心里也对他非常地感激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跟易总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易总一直都是你的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影响 或者是破坏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我是可以发誓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是绝对不会跟易佩在一起的是吗 当然不会 可是你们俩朝夕相处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我应该怎么做呢 进 这是什么 私职信 一 你什么意思 其实这封辞职信 一直都放在我的抽屉里面 你是气我 没有在文文面前维护你吗 不是的 我只是不希望因为我的存在 而导致你和文文之间出现问题 你真的以为你离开了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吗 反正不管您批准还是不批准 这一次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离开一毛 谢谢易总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 我真的很感激 我知道妈妈在英国的治疗费 对我来说是个天价 但我一定会想办法 虽然现在也许还不了你 但总有一天我会还上的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 跟我提出辞职了 上一次你是因为叶嘉诚 这一次 你是因为赵文文 你什么时候能因为我 留下来一次 人生当中 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挫败感 拼命地想去留住一个人 可无论如何 我却留不住 你真的要离开一毛吗 好吧 你走吧 我批准你的辞职 谢谢易总 我批准你的辞职 我们是不是在那儿见过 您想起来了 您想起来了 上次我在义猫门口的那个鼓度 是您好 我爱你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 而不反便 因为我知道格兰城 在未来一定会在你手里 真的 而且你会做得非常好 你很会聊天嘛 好 我相信 你什么时候能因为我 留下来一次 人生当中 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挫败感 拼命地想去留住一个人 看无论如何 却留不住 你不是不应酬的时候不喝酒吗 最近 有点烦 烦什么呀 烦跟赵文文的婚事 还是烦你跟师姐的感情 烦心的事 又喝着这两件呢 给你说件事情吧 你猜猜我去年元旦见到谁 传说中的碧君姐姐 你是见我妈了 我想知道 我爸爸心中最喜欢的女儿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特地飞了趟香港 那 见到她了 去的时候我想了很多 我在想 你说她当年那么决然离去 结果又不尽如人意 还是怎么面对后来的一切 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 人生再重来一次 她会不会后悔 你也知道我当时面临很多问题 所以我去寻找人生的答案 那你找到答案了 直到我见到她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去对了 她跟我说 人生要面对很多种的选择 看似很难 其实很简单 因为人的内心庞杂 却也清澈 答案其实就在那儿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 拨开那层云雾 因为大家害怕的 不是选择本身 而是选择之后的结果 只要我们向心而行 坦然面对结果 其实选择根本就没有那么可怕 听了她这番话以后 我就知道爸爸为什么那么喜欢她 果然是有原因的 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 无奈和幸福总会兼而有之 但是最终我们要过自己的人生 不是吗 还有啊 你妈跟我说她记得你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笑 我说不对啊 我记得你 一直都是冷冰冰的脸 她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以后能不能经常笑啊 给小爷笑一个 我说你终于好想要是 你自己终于好想要是 老陆 你是自己终于好想要是 你说那是我 妈 宝贝女儿啊 生日快乐 不会还没起床吧 赶快起来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要不然你的白马王子 都要嫌弃你咯 妈 你放心吧 我的白马王子都还没出生呢 易总没给你过生日啊 我怎么能让老板给我过生日呢 每次你过生日啊 都是妈妈为你过的 妈妈都会给你做一碗生日面 还要在上面打一个荷包蛋 对不对 你放心吧 妈妈 今天我会在上面打两个荷包蛋 一定把自己喂得饱饱的 好不好 好 好 你那儿是几点了现在 你怎么还不睡啊 是不是我一走 你就开始不乖了 非得比我回去给你茶坊是不是 给你祝我生日快乐以后啊 妈妈就能安安心心地睡觉了 生日快乐 谢谢妈妈 晚安 二十二岁的生日没办法给你过过了 明年的生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你打算怎么给我过啊 那你打算怎么给我过啊 加薪小笼包管宝啊 这我没有诚意 十小姐 你和叶先生好久都没来了 是啊 好久没来了 他也没来吗 他也没来 今天还是老三样 今天不点老三样了 今天不点老三样了 给我来碗面吧 该吃面了 好嘞 你坐着啊 你坐下好那raw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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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ya 世剑 今天是你二十三岁 也是三十三岁的生日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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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的安静 风的调皮 和你看年华月交替 我要时间 走 当我闭上眼睛 你眺望远处的身影 是穿越悲喜勇气 时间都知道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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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祝你生日快乐 送你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是你生日 我们特意啊给你庆祝一下 谢谢大家记得我的生日 师姐 你要是走了 我们就惨了 为什么呀 还为什么 你平时在的时候 出什么事 都是你帮大家扛着 现在你要走了 那大魔王 不就得欺负我们了吗 对呀 你总哪有这么恐怖 没那么恐怖 你干嘛要走 留下来吧 要不留下来呗 牺牲一下自己 继续当我们的挡箭牌怎么样 就是啊 留下来吧 师姐 留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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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不逗你了 过生日吗 来 许个愿吧 谢谢 许个愿吧 来 来 师姐 这个生日是易总长我给你办的 他没来吗 他说他有别的事要做 你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我谈 什么事情啊 师姐辞职了 他已经离开一毛了 真的 那你 没有留他啊 文文 你觉得我们这样的关系有意义吗 或者说我们可以找一种其他的方式来相处 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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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以为 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 一毛的事情做好 我人生的意义就在于 如何 把一家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强 就像外公教我的那样 当然了 像我们这样家庭出生的孩子 不是天生就要担负这样的责任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也许吧 也许 是我还不太懂得什么是爱情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 让我真正去爱的人 但是你爱的人未必爱你啊 爱情这种东西呢 稍纵即逝都是一些不可靠的东西 我们应该去争取那些永远都不会变的 是不是 那好 你告诉我什么是不会变的 我们的共同利益啊 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愚蠢 难道 你真的要因为家族的利益 也就是说 因为别人的利益 去跟一个不爱你的人在一起一辈子 不我爱你 我早就爱上你了 只不过你心里就只有时间 所以根本就感受不到别人对你的爱 我 我知道你不爱我 所以你现在 是要为了你的爱 放弃我是不是 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伤害你 我也没有伤害过你 我一直把你当成赵家的小妹妹看 你真的爱她吗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约定当中去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爱我 我不管你也不干涉你 你可以去争取你想要争取的 我也请你让我争取我想要争取的 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结婚 对于你不公平 对我公不公平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只要你还在我身边 只要你还在我身边我就有机会 我会让 我会让你爱上我的 真的我 我可以让你爱上我的 真的我 我可以让你爱上我的 我可以让你爱上我的 真的 真的 我们结婚好不好 潑洒 婚姻 婚 sheep 当中的一个筹码 人这一辈子听起来很长 实际上很短暂 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曾经我真的以为 我不会去爱上别人 不会对任何人 有一丝一毫的情感 甚至要把自己 变成一个工作的机器 可是老天 给了我这个机会 让我去爱上一个人 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感觉 还挺不错的 我不想 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我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石剑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爱的是叶嘉诚 你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爱他 都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得做最后一次努力 只有我们解除婚约 我才能真正地去追求它 这一次机会 这一生 可能只有这一次 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挺悲剧的 曾经我们都不要爱 可是后来都为了爱不顾一切 可是我们爱的人 却又偏偏不爱自己 我真的不知道是 不懂爱跟悲剧 还是爱上的得不到跟悲剧 即便是悲剧 我也要适应我 时间可以抹平一切 我真的希望你能找到 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也许吧 就像你说的 人的一生可能也就只有那么一次 太快乐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开心啊 谢谢大家给我过生日 谢谢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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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过去一下 来来 吃蛋糕 来来来 来来来 易总 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晚了 蛋糕可能不够分了 还有呢 一会儿给你留一块 特意为我留的 谢谢易总 请张凯为我庆祝生日 好让我在走之前 跟大家好好道个别 既然你马上要离开易茂了 以后就不再是易茂的员工了 没有必要叫我易总 以后 叫我易佩吧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生日 许了什么愿望 我会告诉我 是希望世界和平吧 易总 又叫错了 叫习惯了 你还记得你和张凯说过的话吗 有关人生最美好的四个阶段 我说过吗 你说 最美好的人生 应该是快乐在童年 轻狂在少年 奋斗在青年 安慰在终老年 那是我随便乱说的 那是我随便乱说的 在我之前的人生当中 只有一个关键词 奋斗 可当我听过你的话之后 我才觉得 我错失了太多了 我也应该去追求相爱的人生 然后 安稳地老去 其实我问 他是真的很爱你 只要你愿意认真地对他 我和他提出 解除回约 除了我和文文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我也是最想告诉你的 我已经从易茂离开了 所以 他应该不会再为难你了 是我主动提出的 为什么 你说呢 我知道 我和文文的结合 可能会让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但是最后耽误的是彼此的人生 既然我看清楚了这一点 我为什么还要自己骗自己呢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跟文文解除婚约 就算他答应了 但在易董事长 你是在担心我 我是在想 会不会对易总的事业有影响 既然我做了这个决定 我当然知道 我要面对的是多大的压力 甚至 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但这些我都不想想 现在 我只关心一件事情 我只关心一件事情 当然要是生日礼物了 不打开看看吗 喜欢吗 这太贵重了 谢谢易总 我不能收这个 一年只有这一次 我真的不能收下 幸好我早有准备 那天晚上 找了一夜都没有找到 没想到今天 竟然在衣服口袋里找到了 在找什么 我明明 特意配了一对小朋友 可是 现在只剩下难受了 这个 你可以收下吗 这个 你可以收下吗 世界 拿到我方向你 你不是 drop 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我去国家 和出身体 也不是 要不想着想到你 那价格 你还不能收了 我让你 我怕你会悄悄地溜走 然后再也找不到你了 易总 千别急着回答我 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表白 我请你 认真仔细地考虑过后 再答复 我等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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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诚是不是已经忘了我的生日 真的连个祝福的短信都没有吗 想等的人等不来 没想等的人却偏偏表白了 三十三岁的今天才发现 事与愿违 原来才是人生的主题词 当櫻花落地 让我亲吻你 我们的爱情 不会停 没有余光的天空握紧我双手 带给你全部的温柔 用星辰的闪烁 跨越的时空 给你我能给的所有 如果我只愿到时间会放手 有些话才说不足够 如果能看懂微笑的面容 是你藏背后的伤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